早回來關心三後的政治消息 劃整體的今天是給立法醫出席 民進黨辛苦立委共識贏 提出三點五月 如果國民黨方面也提出五點 國會改革方案 要求立法醫 加護醫療選舉 就要記名投票 還要讓總統跟立法醫進行 國情報告 真正相態 民進黨主席總統 當選人大千中幾三才氣到立法醫 出席民進黨辛苦立委共勝雅 聽出民進黨辛苦立委 國豐的意見 表示八千辛 六七六股 這次粗膜 以來九年總統 在國會保持中立的態度 有請到立法醫院提出三點 第一 要做國家政府 人民之間的救援 第一 不忘錯中 專業問題 第三 要跟黨團共同合作 替黨國家發展目標 願望要將這個辛苦立委 要給他出 國豐的自己以前在立法醫 將來就沒有記憶應修 連想卡拉OK都沒有去 有多屆的經驗的立法委員 來去學習 我想這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那所以這個共識雲 同時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傳承的一個機會 這時候國民黨也提出五點 國會改革奉行 第一行就是立法醫 再後移定三個要記名投票 把總統跟立法醫進行 國情報告再做上台 推動國會調查款和聽證款 這點表示國會最頂端 會邀請總統 副立法院進行國會 國情報告 而且要將它常態化 進行民眾黨 提出國會 出四項國會改革主張 不過國民黨這次沒有辭到 立法醫在會別的規範 和相關經費的使用 所以去理會 是不是如果違法 落地用回應 政黨主體性部分 應有兩性競爭 國主體出相會法案 達成功社 到電修法推動 記者總合佛德 很感謝